Hello,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薇报告 然后最近大家跟我一样可能都只能待在家里面啊 然后希望在这个视频开始之前告诉大家千万不要乱跑 然后一切的行动听这个国家的这些建议和指挥 然后我们一起去面对这场疫情 然后希望这件事情能早日度过去 也希望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我们肯定能够战胜这一次的这个新型冠状性的病毒 然后今天给大家拍视频呢 主要是因为我收到一个新产品了 这个就是小米米加寄过来的这个网复式五刀头的剃取刀 然后刚好在家里啊 所以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上手体验 那我们现在开始 OK那首先它是开箱嘛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包装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对不对 然后我的机位来过来过来 机位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包装啊 我们先打开这个盖子 这上面有它的这个 这个包装跟之前米加的产品风格还挺不一样的 上面有这种3D的这种符纹的这种纹路 看着有质感很特别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这个刮户刀的这个对它们来说定位已经到了一个旗舰级别 所以说这个包装的档次感明显好很多 然后侧面有它一些卖点啊 包括这个超长续航啊 全身防水洗啊 五个刀头啊 高速马达什么的 我们先把这个放一边啊 打开盖子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的这个主体 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 OK这个就是这个刮户刀 这块有洞我们打开 看里面还有什么 里面是有一个type-c的数据线 有一个这个说明书 OK 那我们把这几个东西放一边啊 我觉得值得讲的就是一个就是它这个包装上的一些特点 我们可以聊一聊 还有就是它送的这个数据线 箱开完了 它的这个首先我最最最最最满意的 就是它底下这个type-c的充电接口 就是这个啊 我出门非常非常方便 我只需要带一根线就够了 这个type-c我觉得就是很棒的一个体验 然后这上面还有一个膜 OK把这个膜撕掉 这个就是这个产品就是主要的几个东西 OK那刚刚给大家聊了一下它这个包装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我们现在对它这个设备来进行一个这个细节上的一些观察 首先它上面有个盖子嘛对吧 这个是基本推销都有的 这个是基本推销都有的底下的type-c的接口 这上面有一个小标志啊 我突然看到就是它有水龙头的小标志 这个意思应该就是它的这个ipX7的这个防水 它是全身支持这个水洗的 背面是个米家的一个logo 然后正面是一个按钮 长按三秒就可以解锁和锁机 正常使用的话就单击就可以了 比较的特点是中间 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360度去摇的一个头 就很灵活 我们去剃胡子的时候 就是就是无论从任何个角度去晃它 它都可以去贴合你的面部 它甚至还有一点抽和推的感觉 这个地方是它这个360度的一个贴合面部的一个设计吧 然后上面是比较有意思 也是这个它最大的一个卖链 这是一个五刀头的一个提取刀 它上面有不同的这个刀网 有五个每一个刀头都有它不同的用处 这个就是它这个五刀头的一个情况 然后怎么打开它 我觉得这是它身上很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它是一个磁吸的结构 就把这个头吸上来了 我们一拔就下来了 这个去清理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然后背面打开这个盖子里面 就有五个刀头背面的这个卡扣 事实上它是有五个不同的这个卡扣 去对应着这些刀头 然后当我们去按一下 我现在按一下给大家听一下 它会来回的去摆动它 从肉眼上来看它的幅度都很小 就感觉变模糊了 你不觉得它是在来回的去动 而是它就是在世界上变模糊了一下 因为它速度可能比较快 这就是它的这个硬件的一个基础的介绍了 整个下来的这个外观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好看的 体积酸比之前我用的那种稍微大一些 可能也大不了太多 但它这个有五个刀头 然后还支持全身防水 这个是挺不错的一个 硬件外观的一个情况 事实上在今天拍视频之前 这个产品我已经打开了 我去使用了 然后我想了一下就是我用剃须刀 就是到底哪几个需求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 我大概整理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剃得干净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续航得足够长 不要用两天就没电 然后清洁方便 然后需要这个充电的时候 不要再给我搞一堆这种充电座 然后去放上充电 然后我觉得这个产品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我首先我首先这几天有试一下 它这个T需要 我大概看了一下官方资料 它是上面五个刀头 可能有两个是对那种比较长的胡须去处理的 有两个可能是相对来说对那种比较短的胡须处理的 还有一个是应该是对360度 就是不同方向的就是歪着的胡须去T 所以说这几个刀头一起去工作的时候 还是比较干净的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我感觉我去刮胡子之后 就正常来说我们的胡子是一个方向 我拿它用的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去倒着去摸我的胡子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特别拉手 这个之前只有那种刀片式的T恤刀 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我还使用了一下 我觉得它确实还挺不错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 它是里面的刀片跟这个刀网 是有一个30度的夹角 在这样30度的夹角下去剃的话 好像剃的相对干净一些 当然这是官方资料 就自己的使用感受 因为我胡子不算特别硬 然后我刮完之后 我觉得这种摸上去有倒刺的感觉 也是比较轻的 起码比我之前用的是要明显很多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提过的 就是这个Type-C的充电口 这个我出去出差啊 或者说除了出差场 包括居家 任何时候 就是我肯定身边会有一个Type-C数据线 包括电脑的这个充电线 都是Type-C的 拿出来就可以用 这个通用性我觉得非常的好 另外就我刚观察到一个细节 就是它每一个刀网 都是可以按下去的 就是比如说我的下巴找了个凹 是一个凹性的一个下巴 那我往上去贴 它五个刀头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当滚动的时候 它也都就是会根据你的脸型 去有一些的调整 所以说我简单的使用一下 我预计这个产品应该是一个 就这种Type性能还不错的产品 因为我没有太多对刮护刀的使用经验 然后它的马达是每分钟能有15000次震动 我就不算一秒钟多少了 反正我刚刚去看它那个中间那个震动的时候 确实是肉眼已经感觉不到它在震动了 就是就是你感觉就是模糊了一块 而不是在震动 所以说这几个特点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产品的 尤其是实际体验了之后 它确实倒刺的情况是比较轻的 我刚刚说了这么长时间 就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所以我决定找一个小实验 然后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体虚效果 究竟怎么样 OK刚刚说要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那这个实验怎么做呢 那就是拿它来替我身上的寒毛 因为这个胳膊上的毛摸上去的质感 还是比较像那种长胡须的 所以我就剃这么一小块 然后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性能 然后希望大家温柔一点 不要叫我剃太多 OK那我就剃这一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OK好 为了拍视频我的牺牲也是挺大的 大家可以看 就是这一块刚刚剃过的 然后这边是没有剃过的这个寒毛 这边是剃过了的 大概就这么一个效果 OK那我们今天的小实验成功 那么这个产品的箱也开了 然后这个产品的介绍也给大家介绍了 最后连我这个小寒毛也被这个提取刀给剃走了 然后 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就是综合体验下来的吧 实在是就是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大家展现 所以大家做了个小实验啊 事实上我去使用它的感受就是我刚刚说的最直观的就是我去摸我的胡子的时候 倒刀刺的情况感觉要比我之前用的提取刀好很多 我觉得这是我用它去直观的一个特性 然后还有一些特性我比较满意的就是什么全身水洗啊 45天的这个续航啊 什么type c啊 包括这个磁吸的这个这个锡头 然后我觉得一个提取刀这个对于这样一款产品的话 它基本上能够满足我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这种胡须还没有长得特别的硬朗的小伙伴 当然硬朗的情况可能需要单独测试啊 我也不清楚 就是起码对于我们这个阶段来说 我觉得它是能够满足所有需求的 然后尤其是这个我再次强调这个type c 因为我之前那个提取刀就是因为做坏了之后 我就没有办法去试用了 所以说我对这个产品的满意度还是非常高的 它的售价我现在还不算特别清楚 应该是400块钱吧 我觉得买个提取刀值 因为我搜了一下五刀头的其他的产品 好像没有中国国内的品牌 好像都是什么外国的一些博朗啊 什么这样的品牌 售价好像也都在1000元以上 所以我觉得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些卖很贵1000多块钱的提取刀 长得比它真的丑好多好多好多 真的特别特别丑 大家就是在我的室内里面真的特别丑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说这个产品本身 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使用的 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产品 那今天的视频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但是我还是想再说几句 因为我是一个湖北人 我是湖北先讨的人 然后最近疫情的情况 让整个湖北整个武汉 然后陷入了一个很深的阴霾当中吧 然后作为一个就是湖北人吧 我觉得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去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我们 然后也希望大家相信湖北 因为湖北真的是一个 武汉真的是一个还挺英雄的城市 然后我希望大家最后这段时间 在这个决战这个疫情的最后时刻吧 大家一起宅在家里面 减少外出 然后力所能及的再去为国家呀 为这些地区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吧 然后非常感谢你看我的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我就不要什么点赞 转发意见三连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我希望你戴好口罩 不要出门 OK 今天的小时报告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